国立大学贴了公告 征求学生宿舍管理人员 但是薪水两万八引起争议 这张公告七月刊出 内容是要找宿舍的管理人员 薪资两万八千三百五十元起 学历专科以上毕业 要会文书处理 要能二十四小时轮班 如果有突发事件得处理 加上检疫修理水电土木 工作条件和薪资 让网友惊呼包山包海轮三班 但却是悲哀的薪资水平 也有人直接回应 宁愿打工还比较自由 最少的薪水请到最全能的人 太低了啦 因为要太多专业的东西了 不符合目前一些市场的价格 国立大学的宿舍管理员 薪资该多少比较合力 校方也提出解释 一开始其实是二职等 就是薪水更低 那这一两年我们已经强生到三职等 年终一点五 甚至学校有播一个特优的 这个绩效考核 可以到二点五个月 宿舍管理员在宿舍的柜台上班 遇到住宿学生的疑难杂症 要帮忙处理 虽然有网友认为 打工可能比较自由 但是校方透露 管理员的职缺过去十年 还没有人抱怨过 工作的内容相对是稳定三成 然后根据学务长的说法 这十年来招过的这种宿管人员 十多年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离职 堪称文武双全的管理员 薪资两万八起跳 合不合理 网友说愿者上钩 7月20报名截止 符合资格的人选 校方整理中 三天新闻 六国雄注意荣 加一报